大家好,我是Spark 这个影片我想简短的和大家分享 GST跟SSD有什么不同 还有如果私心会SSD的话 会怎样影响我们的生活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GST是怎样进行的 这是一个普通的供应链 有制造商、经销商、店面跟消费者 我们先来看制造商 我们现在不管制造商的制造成本是多少钱 制造商今天想卖它的货卖100块钱 卖给这个经销商 他卖给经销商的时候 他就要中一个6%的GST 100块的6%就是6块钱 当他向这个经销商收这个6块钱的GST过后 他要把这个6块钱交给政府 所以现在经销商买入的价钱是106块 今天经销商如果想赚一个20块钱的话 这个货就要卖120块 很多人觉得说如果他想要赚20块的话 他要卖126块 可是不是这样子的 等一下我们来解释为什么 今天他想要卖120块的时候 他向这个店面征收一个7块2的GST 他需要给政府多少钱呢 他只是需要给一个1块2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经销商在跟他买这个货的时候 其实他已经给了政府这个6块钱了 所以现在当他卖120块给店面的时候 他就只需要补这个1块2给政府而已 因为7块2减掉6块会拿到1块2 我们先来看为什么我说 经销商如果他赚一个20块的话 他只需要卖一个120块钱 你看当经销商卖120块钱的时候 他向店面收了多少钱 是127块2 减掉他买的钱 106块 再减掉他给政府的1块2 他会赚多少钱 20块钱 所以我说的卖120块钱其实是成立的 然后我们先来看店面 店面这边是给了127块2 他如果也想要赚20块钱的话 他就是卖140块 GST这边是8块4 他也是只需要给政府一个1块2 最终消费者买的价钱是多少 是148块4 我们先来看一下 SST会是一个怎样的情形 在SST这边 我们也是不看制造商制造成本是多少钱 这里要卖一个100块钱 在SST这里 如果更回以前的税率的话 是10% 所以100块的话 就要交10块钱的SST 当制造商收到这个10块钱的SST的时候 他就要把这个10块钱交给政府 所以经销商这里买的价钱是 110块钱 然后如果经销商想要赚一个20块钱的话 他就要卖一个130块钱 然后由于SST是单项税制 只是收一成而已 所以经销商这里就没有再 不用再给SST了 这边也不用 所以店面买入的价钱是130块 然后店面这边如果也想要赚一个20块的话 他就要卖一个150块 SST这边也不用 所以最后消费者得到的价钱是150块钱 所以相较于这个GST这边的话 在SST这边消费者给的价钱其实比较高 但是我们先来看另外一个情形 在这个情形下 这个是GST啊 这个经销商跟店面都想要赚一个50块钱 所以经销商这边想要赚一个50块钱 他就卖150块 GST是9块钱 这边就要给一个政府一个3块钱 所以店面拿到的价钱是159块 然后他也想要赚一个50块的话 他就卖一个200块钱 这边GST是12块钱 还要给政府一个3块钱 最后消费者拿到的价钱是212块钱 如果是SST的话 这边我们也不管成本是多少钱 还要卖100块钱 这边的SST就是10块钱 政府就拿一个10块钱 经销商的成本是110块钱 今天如果他想赚一个50块钱的话 他会卖160块 这边SST就没有了 然后如果店面也想要赚一个50块的话 他这边他就会卖210块 所以最后消费者拿到的价钱是210块 所以在这个加50块的例子里面 消费者在SST这里拿到的价钱 其实是会比GST的低 所以从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我们不可以讲说什么GST就是比较贵 SST就是比较贵 因为在有些情形下 SST会比较贵 在有些情形下GST会比较贵 但是在服务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差别了 在这个GST跟SST这里 他的服务税都是6% 但是不同的地方是 在这个SST这里 只要他的营业额超过300万 他就会中一个6%的服务税 意思是如果一间餐厅或者是做装修的 他的营业额超过300万的话 他的服务那边就要加一个6%的服务税 但是在GST这里呢 只要营业额超过50万 就会中一个6%的服务税了 什么意思呢 我们从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在SST这边 你的营业额300万以上的那些服务 那些店面的服务 这边是才需要给一个6%的服务税 但是如果在GST这边 你看啊 只要是50万以上的全部这边 都会中一个6%的服务税 所以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GST在收这个服务税的这个范围是很广的 所以这个无形间增加了我们生活的成本 因为我们交的 所以那个范围变广了 GST跟SST还有一个不同的地方 就是那个商业用途的地产那边 就是Commercial Property 讲的是那些店屋 在GST的系统里 Commercial Property的买卖 要charge一个6%的消费税 所以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如果我们换回SST的话 这个商业用途的地产 可能就不需要这个6%的GST 然后在那些普通的房地产那边 是没有差别的 就是这个商业用途的那边才有这个差别 所以如果换回SST的话 会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 在货品那边 像我们刚才看到的 有些东西可能变贵 有些东西可能变便宜 但是在服务税那边 如果换回以前的SST的话 我们那边会省了一笔6%的费用 然后对于那些商业用途的房地产 如果换回以前的SST的话 就会少一个6%的消费税 但是这个新的SST的政策还没有出来 是不是真的我们到时候再看 我也会做一个视频来update 上个星期我也有发布一个采访版的 SST跟GST的影片 当天下午政府就发布说 6月1号期GST降至0% 你们知道吗 0%GST跟废除GST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我在我的另外一个影片有分享 想看的朋友可以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还是我的脸书专页去看 我平时都是在分享一些 关于投资与理财的影片 想看到我这下影片的话 就是like我的page 还有订阅我的YouTube Channel 觉得这个影片有帮助到其他人的话 就把这个影片分享出去 谢谢大家